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 YA Diary 我們這一集的影片是在日本東京參加 Pinkhoi Design Festa in Tokyo 那我們這次展會除了我們會最熟悉的台灣品牌之外 當然也會有日本本地的品牌參加 除此之外這邊還會有像是 韓國、香港、大陸、泰國 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優秀創作者來參加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我們可以在這樣子的展會裡面 找到什麼樣子很棒的文創商品吧 那我們就走囉 我們首先參與了媒體分享會 除了看到Open獎現身之外 也有好好了解一下平台在這些年 掌握到的文創發展趨勢 像是在文具獲新的這個區塊 我們就可以看見很多 平常在台灣比較少見的文創品牌們 那我們在後面也會介紹 而且我們也在現場看到這一片 雙面的PET牆專區 先前有發現到日本和韓國會使用到的PET膠帶 摸起來質感和尺寸和台灣很不一樣 這邊有展示了喵大、碗姿還有樂意等等 我們在台灣很常見的PET膠帶 提供給現場的各位免費使用 這個活動既可以推廣文創品牌 也可以讓各位了解一下不同地區的PET差異 OK 那我們就從最熟悉的品牌好朋友們 開始看齊吧 自由水果是食物這次展會的主題 他們首度舉行海外工作坊 帶來各種形狀的透明片和硬台 以形展的技法做出不同的水果卡片 然後它這裡面會附有三張 你可以選擇 就是我們台灣常看到的那種單位 是刺檸、水果它的塑膠帶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些皮膠帶 然後還有當然我們家的盤 那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東西在上面做印刃這樣 然後這裡面還會包含一些形眼的 這裡面就有很多的形狀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來就是 那就是用來我們常常來做印刃最原始的方式 然後我們這邊都會有相對的顏色 這邊都可以公用、實用 那它的實用方式其實超簡單 你就是把這個像是化妝品的一個東西打開之後 然後這個是手指印章 你就把它當在手指裡面這樣子 那你只要把它這樣擦顏色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印這樣 那不只有工作坊喔 食物和慕名的聯名商品 也在這邊亮相囉 PET膠帶上可以看到經典的角色搭配鮮艷格紋 拿來做小卡應該是蠻方便的 而且這個聯名系列 還有木枝印章啊 以及水晶印章等商品 粉絲們可以快樂的應用喔 在先前幾次的會展當中 妙大都展現了豐沛創作能量 這次展會更是由妙大本人 親自帶著先前創作的花開的樣子啦 還有可愛的花的孩子 彩虹好朋友系列 直接到現場來囉 哇好精準啊 不管是秀氣的花花草草 還是可愛的小仙子小花鳥 又或者是先前已經有出現過的手工本本 和印章們 他們所營造出來的這種優雅氣息 一直都讓人很喜歡 所以這一次呢 我也是以喵大的作品為主題 做了一本小書 可以到YA的IG上面觀賞喔 之前在文具展上賣到 並果的朵喵喵吊飾 也來到東京參展啦 除了可愛的紙膠袋之外 品牌主要是以信封、性質、本本 還有各種布置品來當成重點項目 我們還可以看到先前回購兩輪的素材質 非常推薦給大家 不管是要拿來當拼貼素材 還是要做成小信封 或當成小禮物包裝 都能夠讓全場只看見它的美 應該有不少的台灣民眾 小時候家裡面窗戶都是這樣子的花紋吧 因為時代更迭 現在這已經不太常見了 一二文創 把這些老舊的窗框還有窗滑玻璃 變成了好漂亮的燈具、杯墊以及各種小飾品 我也真誠地希望我的好朋友們都可以平安 很有錢再來照我 總之 這種復古生活用品 再被活化的文創藝術 非常的吸引人 也很適合拿來出國送禮 推薦給大家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好可愛的包包們 是來自台中的品牌喔 我會被吸引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好可愛的鳥宅包包 它長像是這種用帆布打造的小房子形狀 上面斜斜地蓋下來 有一點像屋簷 那裡面呢 是用寶特瓶回收製成的寶特紗 也有隔出了分層 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美感 另外呢 還有這種山洞款包包 也相當有氣質很別緻 好的各位 看到這一面網牆 有很多眼睛在看著你喔 這一次展會當中 我最驚豔的 就是發現了這個品牌 各位看一下這些包包 側面都有手表情 旁邊還用了繩子來當成手腳 有一些還搭配了貓耳朵 你帶一個包包出去 就像是跟著一個好夥伴一樣 然後呢 小包包還可以住在大包包的前面喔 我真的是超級喜歡 還有這種手機袋 就像在當球簽一樣的 各位都應該要擁有這樣子可愛的小夥伴 接著下來呢 我被這片青青草原吸引住囉 這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以草地來命名 把日本匠人的植榮技術 和數位產品 生活用品做結合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些小本子 還有拖鞋啦 各種生活用品 全部都充滿這一種摸起來很舒服的草皮 很清新也很放鬆 我們前面有提到Pinkoi的文具獲心區域嘛 我最先逛的還是華拉的妹子 之前在文具展的Pinkoi展位 已經有入手了貼紙和撲克牌 這次目標是圓形鐵和小貼紙 Q版的小美女們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拒絕 那同樣是香香的妹子 這個品牌電會出來的作品呈現 線條的邊緣感比較淡 我覺得是帶有一點水彩的筆觸感 那這些美少女們 才拿出一種高冷的感覺 像是一位身穿秀服的女孩 她就兼具秀人主題和清冷的氣質 怎麼會讓人不著迷呢 好的,那妹子選擇再來一批吧 我看到這些美少女們是滿驚訝的 因為不同的品牌 雖然同樣都是有出樣式很類似的這種大張貼紙 可是三個品牌這樣子看下來風格都不同 像這個品牌 我覺得它帶有一種色鉗筆的質感 這些美少女長得很夢幻 也像韓國女團會出現的那種漂亮小孩子 所以我直接來一個貼紙大套組 完全是合情合理吧 接下來是茶泥熊 這是一隻色彩繽紛的小熊 這隻小熊在首爾有一間專門店喔 品牌有非常多流域系的小熊、小兔子等等動物貼紙、小玩偶 以及手機殼和耳機殼等生活常見物品 好像在近幾年的文創展逛下來啊 這類線條簡單又可愛的韓系品牌 都是有類似的應用呈現 很可愛也相當的實用 濃厚的港式風情來囉 香港的街頭書法家李翰先生 他的字體很常在香港街頭的招牌出現 他在過世之前呢 留下了幾千字的手稿 後來朋友的兒子聯繫了字體業者 做成了電腦數位檔 才保留這一些珍貴的字體 品牌把這一些珍貴的字體呢 變成了各種的小吊式和飾品 現場還有安排廣東話挑戰喔 我練習得更開心 用廣東話說 出門 文台 是嗎 很棒耶 最後我還扭了麻將小扭蛋 帶來一點港式風情回來 那同樣來自香港的品牌 這邊有很多色彩繽紛的小襪子 還有小包包等各種的生活用品 以及充滿港味的明信片 小貼紙 像美食系列 呈現出來的感覺就很好吃 還有其他國家的美食 看得我都覺得有一點餓 就把這些美食還有香港的印象都入手囉 好那現場消費只要滿5000日元 就可以參加一次抽獎 最多是5次 獎品很豐厚 那遊戲方法呢 是抽現場的小麻將來排列組合 我目前為止的人生當中啊 和中獎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無緣的 結果 我竟然抽到當天展會的 唯一一張 一萬日幣禮券耶 我差點哭出來 啊 可以買更多的文具了 真是普天同慶 最後的最後呢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次在Pinko1 Design Festa 收穫哪些戰利品吧 我們又再次在日本享受了美好的文創之旅 也按照慣例 把這份喜願帶給每一位彭彭 一起來看一下不同的國家地區 會有什麼樣不同的設計好物吧 如果你有任何感想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崩